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各位观众 晚安 我是谢星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看世界 这个礼拜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礼拜大家最关注的焦点是 礼拜五早上一起床 大家看到美国的CPI上升7.5% 这个时候 这个是40年来 从1982年来的新高 那么也引发市场上的恐惧 道琼指数大跌500多点 我们大概把这张美国的CPI的走势稍微看一下 在1980年代的雷根的时代 这个到1980年的时候 美国的通货膨胀的CPI最高来到15左右 那到了1982年 现在大概是在7.8左右 那大家看到 现在这一次来到7.5 这已经是40年来 美国所面对的通膨的数字 最高的点数 然后这个时候 大家非常注意了 美国下一个 从这个CPI公布之后 美国要面对一个 这个三月的年准会 到底会升息几码 还有一个 它对在这些年当中 所释放的资金的效率 到底如何来说表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疫情之前 美国的资产负债 联准会资产负债表3.76兆 现在到8.86兆的时候 如果收表的力道加大的时候 它会带来市场上更大的恐惧 这是美股回答最重要的关键 我们看到美国的10年公债 现在上升到2以上 那欧洲的负值利率债件 现在也在收减 全世界的通膨现在在升温 我们看到包括用吃的 你看这个是芝加沟的 活牛的期货 现在这个是大幅的攀高上涨 而木轮 温轮贺原油跟西斗座的原油 现在都到了90以上 这是在这些年当中 大家可以感受到通膨相对压力 通膨来了之后 原物料的价格 包括木材或是钢材 其实都出现显著的上涨 所以钢铁现在我们看到 中钢公布的这个去年赚了844亿税钱 现在看起来钢铁的景气 会不会重新再出现一个好的讯号 值得大家高度的关注 我们也看到 在开红盘的第一个礼拜 台湾众多的上市贵公司 开始公布一页份的营收 看起来有很多好的兆头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台积电的 原液营收到1721.76亿 而联电也达到204.67亿美元 这67亿的台币 这个整个来看 今年双雄都在今年开始 交出很亮丽的成绩单 如果今年从1721亿起跳的时候 大家看到在今年是70亿 它一页份的时候1100多亿 那现在这个上升的格局 是相对是大的 如果从1721亿起跳 台积电在今年看起来 它的EPS会很大的要升 同时我们看到 日月光也公布 第四季单季EPS7.2 这个7.2其实也代表 现在它在去年EPS达到14.84 这个14.84呢 现在如果以日月光现在的 如果扣掉3.45亿 它在去年的全年的获利 大概11.89亿 现在的股价100几 大致上本益比9倍左右 那今年如果它拉高配息率 股价还是会有很大的吸引力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大家看到 这个摩根斯丹利 现在重新调涨台积电的目标价 他原来认为投资台积电是死前 现在把它拉到780 大摩现在对台股看到19.000 现在乐观派已经看到2万 这是大家可以看到 另外在这个礼拜当中 在礼拜四唐龙也公布1月份的营收 这个营收的数字达到568.41 568.41比去年同期大概成长99.9% 这个力道比市场上一起来的要强大 所以看起来货柜行业在今年当中 也不会太淡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在货柜服务当中的这个台华 现在1月份它也40.12 这个40.12也是在历史上第二高 那看起来这个整个市况景气非常好 行业去年赚翻了 那今年如果它能够维持在高档 它一定会有很高的配息力 这个时候市场上 大家也特别注意到 马斯基第四季它赚了80亿美元 那看起来整个获利的状况 还是会非常的好 我们来看台股在今年的四个交易日当中 现在它已经走到18,300点以上了 这个如果对照全世界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特别拿几个相关的市场来做对比 台股是一路向上 现在接近新高价 那南韩股市一路下跌 现在在连线呈现一个空头排列 这个格局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看到 你拿台股来跟港股来比 港股现在正在试图要阻底 有没有办法成功呢 现在看起来 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他们未来的角色 相对重要 那我们也看到 你用道琼指数来看 道琼现在回到连线附近 那这个也是最近大家非常注意的一个焦点 大陆的富生300 现在也是一个空头排列 所以相对来讲 现在看来美国跟台股是相对比较强大的 那S&P500 现在这次回檔稍微深了一点 所以现在在季线真实 那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的 影响台股将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是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在这次从16000多下跌到13000多 这个跌幅现在拉回到连线附近 那到礼拜四又杀出一根长黑 又退到连线以下 如果这个跌破连线 科技股的发展 大家要非常小心 我们大概看到 在脸书这次的大幅下跌 它的活跃用户在缩减 那这个也是影响 现在大家非常注意的 今年你可以看到很多大型科技公司 它没有配息 那么现在对股价 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 好 台湾今年有两个指标 一个要看美元指数到底的强弱势 它在95左右 如果美元再往上走高 金融市场会有压力 另外一个 新台币现在在27.8% 就在一个中位数附近 台币今年的强弱 也攸关台股未来的市场变化 这些都提醒大家 在今年当中 大家台股有一个好的开始 那么我们希望 在未来一整年当中 台湾还是能够 在经济基本面的好转当中 继续大放异彩 那么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特别邀请 投信投顾工会理事长张席 他经常在关键时刻 发表他非常关键的看法 等一下回来 我们欢迎张席理事长 你认为通膨的高点已经过了 台股第二季第三季会最迷人 那这当中你谈到很多选股的观念 包括你对半导体 现在大家认为 这个景气会缓转 这个大摩每次都看坏 但是你说 现在用算的 其实现在市场还是非常吃紧 这个用科学的方法 去告诉投资大众 我想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另外一个就是说 像过去这一年 被外资杀的最惨烈叫面板 那你也特别提到 面板很可能是黑马 那这一些观念 大概在市场上 跟大家的市场流行的看法 都背道而止 但是我相信你一直会让坚定 开红盘之后 台股现在大概连续涨四天 最高来到18300多 18300多 距离18619的 这个最高点 大概差不到300 那我相信台股大概是全世界最强的市场 主要是那个趋势的力量 就是长线保护短线 那我们是在看从2000年过后 整个5G带动整个市场是上来的 那5G会带动什么 带动大家现在觉得 什么的电动车和智能车 另外呢5G的手机 它需要吃很多的晶片的Waver 譬如说Power就要多两倍的Waver 就是说5G会带动很多 包括AIoT的部分 就是说还有像现在的 很多的像 比如说智慧医疗 智慧工厂 就其实5G会带动 整个产业的大翻身 台湾在里面扮演一个很关重的角色 就是半导体 因为5G最需要就是半导体 那自驾车就像走了轮子的 带了轮子的Nobu可一样 台湾将来一定会在里面扮演很大的角色 所以说基本面有一个长线保护短线 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 台股现在大家关键的核心的问题 第一个呢 这个对半导体是台湾是 整个产业当中的重中之重的 最核心的问题 我们现在回来看大概台积电的一月份的营收 1721.76 这个是难以想象的高 所以我想整个半导体的状况 也包括连电在一月份到204.76 这个也是算历史新高了 大致上你看台积电去年 它的DPS呢 也是创下历史新高 这个时候呢 它第四季啊 它的毛利到52.7 然后呢 它的这个单季获利是6块6以上 那这个大概对台湾来讲 整个台积电给台股所带出来的空间 看起来想象空间还是非常大 你对台积电一直有很多的琢磨 那我们来 你先来谈谈台积电 未来的走势跟未来的展望 我们比较不谈各5 不就台积电它的今年 它有提到就是 它的营收成长是25到30% 那过去台积电法说都是到上限 也就是说台湾台积电今年获利是成长30% 这样子 因为营收跟获利的成长差不多一致的 另外就是说 它今年扩大资本支出大概400到440亿 这个投入大概两年后才会出来 也就是说它看好这个长期的半导体 那基本上台积电 在现金制程目前是没有对手 尤其像明年三奈米 大概只有它一家可以做得出来 也就是说基本上 它的做法都是客户买单 它才扩厂 也就是说基本上 它已经找到足够的客户下单 这样台积电在台湾未来的5年 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局势 现在如果看每个月的营收 这样子 如果说它这一次从1721起跳 今年看起来这个空间还是大的 那这个就现在有一些 包括大摩他们对成熟制程非常悲观 其实成熟制程主要是去年 大概有相继投机 预计明年下半年会开 就是媒体都提过 甚至29座的晶圆厂 大概增加每个月260万片 那事实上29座主要是在明年下半年 大概是20座 后年是9座 那29座里面有8座是中国 中国大家知道28奈米 基本上也被美国做限制 所以基本上能够开出多少 也会受限 也就是说事实上 真正明年能够贡献的产能 大概也差不多100万片每月 那跟大概预期260万片 是有差异的 那其实事实上这一波上来 主要就是在一些 这个车用的市场 它很快 包括电动车跟智能车 这个吃非常大的 如果看到你在财訊接受专访里面 特别提到半导景 你用算的啦 就是说这个市场的供跟需 还是有很大的缺口 还是有很大的缺口 这个你怎么算的 是什么事实上呢 我现在是在市场上 是什么事实上的 这一太是 是什么事实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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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发现